小姑娘 你多大了 我觉得我的体型很像十岁 面部像四十岁 还好啊 你脸上真是好多黑色的纹路啊 对 其实我十五岁 你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陈文静 我来自江苏省延城市大方区 歌唱得挺好听的 你是受过专业训练吗 没有 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我好像看你手上和脸上 都全是伤痕的 不是伤痕 就是吃药吃的 负责用 什么病啊 我是万森林细胞白血病 当时查出 四岁查出病的时候 当时是个绝症 我小嘛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绝症 之后我爸呢就在那哭 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哭 之后他告诉我 没事 医生让你吃这个药呢 让你以后更美 更漂亮的 我就叫美型 漂亮型不能丑 之后现在 骗人 他手上脸上都是 但是你的心态很好 心态 已经习惯了 这个病呢 我这次去检查医生说 你可能真的挺不过的 他说如果看命运吧 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那我就说也行 走了也行 回炉重造 说不定是个绝食大美女也行 因为我现在这只眼睛已经完全就是 就是这样看是看不清的 你站在舞台上这会儿虽然说满脸堆笑 但是你这身体舒服吗 身体怎么说呢 我不懂得什么叫坚强 只知道叫死撑 我是死撑着过来的 痛苦的话也谈不上 我觉得有那么好多 就是社会上的好心人关心我 我没有资格去痛苦 哪些好心人 比如说我哥哥给我捐了骨髓 亲哥哥 头目一腹的 对 还有一个是我学校的校长 他就去给我写了个提倡书 他就发到网上学校里当位里 给我捐了一共总共应该是八十万余元吧 但是我很感谢他 我们虽然素不相识 但是他却要帮助我 就是我们总是会觉得 为什么这些事都烙你身上 说到这个就有点流泪了 我这次去检查 医生告诉我可能后面 没有机会再唱歌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唱的 他说你如果不吃药的话 你可能以后再也唱不了歌了 因为我的五脏六腑都在衰竭 就是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哑巴 或者是小子 曾经接触过一个患骨癌的患者 他就每天想着死的事情 因为骨癌特别地疼 他说我好想从窗户上跳下去 我真是忍受不了 但有的时候又想一想 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值得眷恋的东西 比如说今天你来一定是有心愿 对 这个心愿也许就是支撑着你现在 在生活当中抗衡病魔的一个支点 是吧 来 先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心愿是当着我妈妈的面抱一句平安 谢谢 来 请回 抱一句平安 但你问题是你现在不是很平安 不敢跟他说我不平安 那你为什么要说平安呢 如果要跟他说平安 他的心才会塌下来 如果跟他说不平安的话 他有心脏病吗 我怕他哪天跟我一样了该怎么办 他还有家庭 你现在很少见他 很少见 有时候不敢见 我怕 爸爸也在婚 对 但还好哥哥们都对你不错 是的 是吧 来 有请爸爸 爸爸很年轻啊 你多大年纪 十二 四十三 嗯 比我才大两岁 你看上去这么年轻啊 我显老吗 他什么时候发现这个病症 2007年 那时候还跟他母亲在一起吗 那时候还在的 所以 你们分开是因为他的病症 对 也有这个原因 是吧 这个原因 你作为一个父亲来说 自己唯一的宝贝女儿得了这种病 应该说是大病吧 对 应该内心像刀割一样难受 就像天掉下来 天掉下来 嗯 你哭过吗 哭过 你看过父亲哭吗 看过 什么时候 医生说 什么时候 我病危的时候 我看到他躲起来抽象烟苦 嗯 但是不敢去打扰他 我怕他 让我知道之后他更难过 如果说妻子还在身边 可以两个人一起面对 那妻子走了 你要一个人去面对孩子 每况愈下的身体 你靠什么支撑自行 靠什么鼓励自行 其实看他得了这个病以后 他比较坚强 而且比较乐观 嗯 我想我 我一个做父亲的 你为什么不能帮他完成心愿 找他妈妈 他现在有自己的家庭 你为了女儿嘛 这也是他的骨肉嘛 对他不负责任嘛 不想见他 女儿有病了 他还不问女儿 我们节目组联系了他的母亲 不知道会不会来现场 这门后面不知道人在不在 来 你们两位到这儿来 我们来看看门后面 母亲在不在 来 两位到这儿来 你现在这样 你现在面对着他 你好好看看他 看看他的脸 看看他的手 你好好看看 摸摸他 陈文静 陈文静 你让你妈妈好好看 他头上的头发是假发 你知道吗 你有多久没见他了 我身体不好 我是有心脏病 心脏病 也比较严重 就你看我现在站在台上 像个人似的 就是回去不准了 半夜就送到医院 送去一抢救 在医院就要待了一个月之二十天 你知道他患病吗 他一开始生命的时候我在家 你知道他有这么严重吗 不知道 因为他一直跟我就是报喜不报忧 有时候他要是打个电话 他就是说他一切都好 那你有多久没有跟他有联系 有二年多了吧 你会不会觉得得一个慢性白血 慢性白血病的一个女生 能够扛食一年也算是个机器 我女儿比较坚强 她勇气比一般人都要大一点 我知道了 那时候她开始生病的时候 我整天就扒在床边我在哭 她就说妈妈你不要哭 我不会死的你放心 她每次她就是这样在鼓励我 其实我觉得在今天见完面之后 你应该或多或少地 腾出更多的时间来陪她 你把刚才的心愿 再对着妈妈再说一遍 妈妈 我想跟你报一篇 我知道 妈妈知道 妈妈现在看到了 你好好地抱抱她 不得让我都都抱太久了 15岁的人抱起来跟抱小孩一样 才50来劲嘛 是吧 来 我们五位观察团成员 来 说说自己的感受 加油 谢谢 其实我喜欢唱歌呢 就是因为我在生病的时候 小时候她说我在睡觉 我就想听妈妈的唱的摇篮曲 不然我不睡觉 我会大闹大哭 之后我就发誓我一定乐观好好活下去 以后一定要再回报妈妈 要不妈妈的心脏品质好 谢谢我的宝贝娘 小姑娘 你这么坚强 乐观 我跟你说个故事 我三十年前当时的协和医院 中日柔好医院 诊断我两个绝症 一个是干燥综合症 一个是系统胸胸胺脏 给我就是两年的时间活着 但是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所以说你现在这种乐观的精神 能治疗你的疾病 我只代表我沈阳交通海减肥医院 支助你三千元 让你这个今后治病的当中 多少补助你一些 以后有什么困难呢 你可以随时找我 我会帮助你的 谢谢 谢谢 谢谢